BETA 測試才剛結束的日本戰國時代動作遊戲《人亡》 在東京電玩展中釋出了更多的新情報 相當吸睛的忍者少女阿聖 身旁纏繞著可愛的守護靈 還有神秘的劍客與說著一口流利英文的殺手 也都帶著殺氣騰騰的守護靈 看來他們都不好忍喔 與史詩相同 主角威廉與德川家康有相當深厚的淵源 而他們在這遊戲當中的互動也是很耐人尋味喔 當然還有更多日本人間傳說的央怪等著登場 並且結合更多的歷史以及幻想要素 從嶄新的角度切入動盪社會的日本戰國末年 在展覽期間資深製作人瑟澤光 也挑戰佔據本能四中的女郎蜘蛛任務 親手展示遊戲紀錄中期的表現 並且宣布遊戲將會在明年的2月19日發售 請岸人王的玩家們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吧